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传人们还把一坛熊黄酒倒入江里 希望能够要晕江里的蛟龙 而后面竟然真的有一条蛟龙浮在了水面上 于是人们将这条蛟龙的经脉抽出 分别系在小孩子的手腕和脖子上 还将熊黄抹在孩子的身上 这样各种独仇就不敢来侵犯了 当然这在我们如今看来十分具有神话色彩 但是千百年来也演变成端午喝熊黄酒 即五彩绳的习俗 除此之外 中国老百姓还会在这一天将艾草挂在门口 取防疫辟邪的寓意 因为这个时节正是各种细菌 毒虫异病流行的时候 而艾草具有特殊的香味 是一种能够驱虫灭菌的药用植物 所以人们也往往用它来泡澡沐浴 希望能够驱走邪气 既然中国端午节由来已久 那么为什么韩国会生移成功呢 如果你去韩国 又会看到哪些端午节习俗呢 中国的端午节真的让韩国抢走了吗 2005年时 韩国生移端午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传来 中国人民可真是坐不住了 我千百年来的端午节 怎么就成了你们国家的呢 直到2009年 我国也将端午节生移成功 好奇的也许会问 同一个节日 怎么会有两个国家生移成功呢 其实韩国并不是生移的端午节 而是江陵端午节 因为韩国将端午两个字提前占用了 所以我国的生移文本上端午节也不叫端午节 而是叫做龙舟节 这么一看似乎本质上还是不一样 我们是纪念去源 但是韩国在这一天举行的是祭祀活动 整个的江陵端午节活动从酿酒开始 持续时间可以达到50多天 要是放在中国 那端午三天小长假 妥妥变成暑假了 如果你去到韩国正好赶上端午节 你就会发现 从4月5日开始 斯米达们就开始酿制神酒 紧接着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像什么迎神祭 奉安祭等 在5月5日当天 他们会举行 观奴假面戏和巫女巫法祭祀 傍晚时分 还会有各种巫法表演 第二天还会进行烧集仪式 也叫做送神祭 他们用萨满祭神仪式 来敬拜山神和男女守护神 说起萨满仪式 可能有些小伙伴就能想起来 还珠格格中 不就是有香妃中毒后 皇上就喊了萨满法师来做法吗 没错 萨满教在亚洲东北民族中 普遍通行 清朝入关之前 就是奉行萨满教的 除此之外 韩国民间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摔跤 投壶 荡秋千等 场面也是盛大而热闹的 那如果你去到日本 又会怎么度过端午节呢 你知道在日本端午节都会做什么吗 也许你会惊讶 怎么 难道日本人也过端午节吗 那是当然了 日本的端午节是从中国传入过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不断改变 日本已经将其发展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节日 端午节最开始传入的时候 日本人也像咱们一样挂挂艾草吃吃粽子 除了粽子之外 他们还吃百叶饼 可以说是基本全部继承了中国端午节的习俗 后来 日本上午的风气开始流行 于是在这一天 有男孩的家庭会早早地为孩子准备过节用的小饰品 比如会在家里摆放铠甲头盔等 还会在家门口悬挂鲤鱼棋 许多的日本动漫中也常常会提到 其实这也来源于中国鲤月龙门的传说 悬挂鲤鱼棋也代表了望子成龙的期盼 于是端午节就逐渐变成了象征武士的男孩节 不只是日本 如果你来到越南 你会发现越南人也是过端午节的 在越南端午也叫正阳节 人们在这一天会吃粽子 饮熊慌酒 给孩子们记上五色丝线 求得平安 这就不难看出 他们的端午节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这是因为古代时 越南也曾受到中国的统治 所以越南的端午习俗基本和中国差不多 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屈原是谁 如果你去到新加坡 你也能在东海岸公园吃着粽子 观赏一场由世界各地的龙舟队伍 组成的龙舟邀请赛 这么看来端午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 千百年来的传承 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 中国文化的魅力也走向世界 一切说端午是他们的人 都是在耍流氓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 与大家一起讨论